尽管韩国和中国是有摩擦 并且目前韩系车在中国市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 但不能否认的是 人家当年曾经也是亚洲四小龙 那工业实力也不是盖的 三星的造船业 现代奇亚的造车实力 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所以说韩国重工业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中国这两年实在发展太快 让韩国有点招架不住 就拿韩国最骄傲的汽车 中国也已经开始向他们出口了 北汽幻速S6是出口的韩国的第一批汽车 不到14天竟然销售已空 实力打脸韩国车企 不过此次北汽幻速S6走出国门 靠的不是关系 更不是低价策略而是实力 北汽幻速在国内售价8.98到11.68万之间 到韩国之后的售价 折合人民币11.75到12.24万之间 销售现场是相当的火爆 幻速S6到了韩国也入相随俗 换了一个韩国名字 Kembo600 它的前脸造型和在国内的时候别无二致 依然是一个大的X 跑车车尾的设计 显着它的运动天赋 内饰方面它的显示屏位于中央位置 并且搭配了太空银视剑 双色座椅和木纹试板 更显得富贵大气 它搭载了6MT变速器 与CVT无极变速箱 并且它的前置MAP信后多连杆 自轮独立选架系统 是经过英国米拉公司细心调校的 它的ESP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和EPB电子手刹 来自于杰泰格特 更有Auto Hold驻车系统 如此高的性价比 是在韩系车里少有的 看来韩国的棒子们还是比较实惑 毕竟中国的这款SUV 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被抢收一空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